是国境节以后超市的现状 看这空空荡荡的超市 真的是一点人都没了 民众消费还是能省则省 中国内需不振情况不见好转 通缩阴霾回之不去 二季豆增长4.7% 三季豆增长4.6% 中国第三季7月到9月GDP揭晓 比经济学家预估的4.5%略高 但低于第二季的4.7% 成长幅度也是2023年3月以来最低 根据估算 中国今年前三季GDP平均年增4.8% 第四季GDP成长必须达到5.5% 才有可能达成保五目标 四季度经济会延续九月份 已经出现的期望回升的这种态势 我们对完成全面目标还是充满信心 官方持续信心喊话 但专家指出中国最大问题在于经济成长不均衡 民间消费动能迟迟拉不上来 房市也还在苟延残喘 中国经济体已经大到难以再靠出口驱动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也示警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 转型为靠消费驱动的经济模式 未来GDP成长恐怕会下滑到4%以下 近新闻王杰黄秉杰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静善静安静洛